你覺得效果是怎麼樣 我覺得效果非常好 為什麼說效果非常好 因為這次是國家層級的選舉 跟2022那個是地方的選舉不一樣 地方選舉可能重經濟 重所以人民的生活要好 可能國家選舉重的是什麼 國家安全 然後這些候選人的忠誠度 聽好對國家忠誠 這是死穴啊 如果你對國家忠誠有被懷疑的話 或許你在當地的實力很強 就像馬文君或許影響不大 或許影響不大 不過昨天我碰到南投的民進黨的候選人 他說已經有動靜了啦 就是已經有鬆動了 就是大家本來不知道 不知道這怎麼回事 只是說就是沒有簽保密決定會怎麼樣 可是後來發現這個事情越鬧越大 因為包含了國外的媒體 也有一些資質片語傳媒 包括路透社也都已經報導了某些資料 而且我們一直認為是韓國的SI 後來發現不是欸 是三家 不是一家 是三家 而且這三家還是三種不同製造的 這個重點的方面 有做硬殼的 有做魚雷發射管的 還有住船洞的 反正它有各種不同的這三家 所以跟我們之前認知說 是廠商惡鬥借樓要比下SI 看起來好像沒有這麼單純 沒有這麼單純 然後透過路透社的報導裡面又講到了 也就是說很多國家要協助中華民國做這個潛艦 做潛艦的原因是什麼 希望能夠讓他的國家的安全 能夠跟台灣整條第一島鏈 甚至印太戰略能夠結合 如果台灣有潛艦 可能對於日本 可能對於南韓 它會有很多的戰術或者戰略上的分擔 那可是南韓的狀況呢 我的國防支持你啊 我的國防因為美國大哥出現了嘛 我們大家綁成一線包含日本可以有潛艦 南韓有潛艦 如果台灣也有 那等於說第一島鏈三個這個水道 三個海這個水道口全部堵住了 那麼對大家都好 可是呢 對於南韓的外交可不見得是這麼一回事 就是外交 它跟中國離得這麼近 它不能跟中國直接的撕破臉 然後它外交下面 還有很多的這些工廠公司 如果經貿上的考量 對對民間的經貿考量 當然跟國家的安全抵觸 國家安全為主 但是南韓的國家安全 如果跟經貿的考量能兼顧 那不是更好 所以說國防部 他們國防單位所兼顧的機密 跟外交單位所兼顧的機密 是不一樣的 因為目標不同嘛 機密就不一樣 那外交單位心想 你國防單位只要你hold好 不要讓我難做就OK 那國防認為說老大哥出面 美國出面了 只要台灣保密 這也沒問題 可是當台灣有人把這件事情 泄密泄出去的時候 那外交 南韓的外交部就心想 出包了 完蛋了 你這樣很難做 這樣子我跟中國之間的 我們之間這麼近怎麼辦 所以變成南韓的外交 跟南韓的國防單位 他們有了一些衝突 所以不得不抓人嘛 那抓了人之後 後面要不要做 所以很多人說 那台灣這麼可憐 你都是做黑箱作業嗎 都是做密約 其實不是密約 這就是軍售跟商售的不一樣 我們最好的軍事採購 走軍售 全部成立軍售辦公室 然後呢 一切的事情按照合約走 可是商售不一樣 商售就是走在 軍售沒有辦法如其完成 可是我用商售的技術 技術轉移給台灣 台灣自己做 例如 我講例如 南韓為什麼這次會鬧這麼大 硬殼製成技術 那整個潛艦的硬殼壓制很重要 可是來協助你的廠商 他是傳商 他是傳廠 可是他傳授給你的 不是做潛艦的硬殼 他是做風電發電的基座 那也很硬 也要插下去 可是呢 技術一樣 所以他來教你做這個 我舉一反三 變成了做潛艦的硬殼 南韓可以很瞞 明白的告訴你 我沒有轉 我沒有傳輸 他做潛艦 我教他做的是光電的基座 他自己發明的 那沒責啊 雖然中國氣得牙癢癢了 可是沒責 OK 我就沒教你做潛艦嘛 可是如果有人可以把這兩個技術連結在一起 那是什麼 掛羊頭賣狗肉 那就是叫他做潛艦 怎麼辦 那南韓怎麼辦 我批准的是什麼光電基座啊 說好了你自己發明了 他去以後弄成這樣 對你怎麼會把連結起來 所以趕快把他抓起來 所以整個問題出來這裡 重點就在於誰卸了命 現在出來了 因為外交部說沒有 沒有透過我 那就問你馬維俊交給誰 OK 馬維俊不答 國民黨不答 國民黨說交給誰有什麼關係 那是南韓的問題 那南韓有沒有發給馬維俊 這個大韓民國的青天白日勳章啊 沒有發給他勳章嘛 你幫大韓民國破獲這麼大的一個弊案 那跟你無關 因為你不是韓國人 第二個就問到說你拿了什麼好處 我覺得這點最可怕 因為中間牽涉了郭喜 牽涉了黃針輝 還有這麼多的這些退伍的 這些海軍的軍官 那這些事情你要還原 如果你不還原的話 這對於軍眷的這個所謂的深藍區 很重要耶 你認為所有的退伍軍人 都願意被貼上舔貢嗎 所有的退伍軍人都認為說 我支持你 我就是舔貢 他不願意 我跟你講 九月大多數的退伍軍人 是我熱愛中華民國 我捍衛台澎機馬 誰只要說我舔貢 我給你拼命 可是呢 如果你國民黨的某個候選人 被貼成說 你如果支持他 就是支持馬維軍 馬維軍等於泄密 馬維軍等於是影響 潛艦國造最大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票會被影響 OK 會被鬆動 所以我才說國民黨這件事情 如果沒有讓馬維軍 把這個事情離得清清楚楚 我覺得吳思淮2.0會發生 吳思淘 在這個組合 找三個組合 啦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